一段被害者与加害者互相救赎的故事 王小帝导演最新魔幻童真代表作 将真实社会案件改编成动人电影篇章 青少年的世界里藏了多少郁闷与懊悔 蓝正龙 黄远 郑景星 酷马 就在Hi HD频道 中文字幕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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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顏水龙是汉人第一个到兰宇调查也去做写生 兰宇印象是非常经典的作品 用兰宇的平板舟太阳的图腾 作为画面的核心 蕴含了这些画家非常深刻的感情 高高地翘起来两个尖端呢 就好像很轻的手一样左右环抱中心的太阳的图腾 差不多1990年的时候 他开始制作比较大幅的兰宇的新船入水典礼等等 他希望有一天台湾的民俗的艺术的博物馆会成立 那么这些画呢 会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种展示 研究人画细扬都是很高的 可是在1982年 至少我们现在看到保存有两幅画 都是很特别的 他其实是跟这个台电把核废料放到兰宇去 他对政治或者是社会的不公的一种抗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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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嗨 各位大朋友